朋友们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的充电器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充电器电线从这个里面直接拖出来了 这个地方在外面磨磨破了 露出来铜丝 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在这里缠胶布把它缠好的话 用不了多久 这个地方电线就会磨断了 今天教给大家一个好方法 我们把它全部塞到这个充电器里面 完美修复啊 就是这个位置啊 我们在外面缠胶布根本就没有用 要不了多久 它就会断 怎么解决呢 我们把这个充电器先给它打开 我们需要把它给穿进去呢 其实修好很简单的 不花钱就可以 我们把它的螺丝先给它拧掉 给它把这个盖子给它打开啊 看就是这种效果啊 我们这头看到了 这里做过街头啊 我们把这个给它往里面抽 一点一点的把它给穿进来 包括这个电线整体给它穿进来啊 看 我们这样子就把它给拉进来了 对不对 拉进来了之后先别急 把这个地方给它用电工胶带缠一下 我们这个电工胶带只有在里面缠 它才有用啊 如果我们缠在外面 它是没有用的 我们缠完了之后 先别急着把它装回去 因为缠完了这个电线 它很容易从这个扣上面给脱离开 对不对 它这样子一拉又出去了 这样子一拉 它会出去 怎么解决呢 我们把它多拉一点点 这个地方就是电线破口的根部 对吧 那么我们找来电工胶带 我们在这个位置把它给缠高起来啊 多缠一点 缠高一点 把它倒着 推不回去就可以 看 这样子我们再往外抽的时候 这里就抽不动了 锁死了 这种情况下 因为它拔不出去 这里就是全新的 是不是啊 非常牢固啊 这个位置 怎么拔都拔不动 之后我们把这里所有的线 给它塞到这个位置 把它塞回来 这个地方缠着胶部 因为它退 拉 都出不去 这样子就可以了 完美修复 我们把盖子给它盖回来 这边 把它卡紧 我们把它装回去之后 就是这种效果啊 看这里是不是跟全新的一样 我们不管怎么扯都拉不开啊 简单又方便 朋友们平时维修 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一起学习啊 给下大家的收看 我们看